然後伊朗的這個軍隊呢 據說已經開始進行兩天的這個軍事演習 七個省份裝甲兵 砲兵 導彈 直升機 無人機 大規模這個電源部隊演習 然後這個很重要 有沒有 胡塞武裝向以色列發射了五枚 伊朗提供的巡航導彈 美國據說攔下四枚 還有一枚是沙特攔下 對 因為葉門內戰沙特本來就是介入的 所以胡塞武裝是偏伊朗那一邊的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對手 所以沙特協助攔下 如果是平常不意外 可是在這個阿拉伯人要團結的時刻 你還攔下 你覺得呢 這個訊息 我覺得他可能是做給美國看的 可是這個相當愚蠢 這個不會惹毛阿拉伯世界嗎 這個愚蠢程度跟莫迪在第一時間 支持以色列差不多 那個印度內部穆斯林超過兩億人 不過這是華爾街日報燈的 我知道 我有看到 事實上目前坦白說啦 就是整個國際的輿論 對以色列跟美國越來越不利 比如說現在已經死亡超過七千人 那你以色列還死不到兩千人 那這個符合比利原則嗎 什麼叫自衛權 對不對 那第二個以色列他內部有一個民調 這很有意思啊 這是Jerusalem Post的 他們自己的報紙做的 說你贊不贊成 那個我們政府趕快實施地面行動 結果支持的只有29 那反對的是49 這個是以色列自己做的民調 那美國的民調也有點類似 然後美國很多大學今天開始無限期罷課 從伯克來開始 所以我跟你講那個輿論的壓力 而且我隨便再講 比如說聯合國的學校又再被炸 以色列今天同時炸250個地方 還有炸在民營 對 統統都炸 那已經有22個記者死亡 然後死亡的7000人裡面 有2200個人是兒童 我跟你講我們只是在這裡你不能登啊 到處都是這種影片 我看到很多 那個阿拉伯世界就一直在散發這種影片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了 死亡很多都是小朋友 所以你說這個情況之下 你以色列還要蠻幹下去 這個實在是 我認為他的輿論壓力會很大 而且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有一種行動還沒出現 我覺得他就在等那個時間 因為以色列現在是裝甲坦克嘛 還有推土機進去 所以你看到那個加薩都被弄平了嘛 他就是要減少向戰的傷亡 因為接下來他步兵要進去 那步兵如果建物都在 那一定會有很大的傷亡 對 所以他就是要把建物先把他打掉 讓他步兵就要開始進去 我認為他步兵只要進去 那國際恐攻就開始了 我認為他們在等這個時間點 對 所以你真的要搞向戰嗎 這是伊朗最後的紅線嗎 伊朗就會開始動手嗎 亮哥剛剛講到這個地面部隊 還是會進去 那地面部隊如果進去的話 這會是這個伊朗的一個紅線嗎 會是所有阿拉伯世界跟全球穆斯林的紅線嗎 我覺得伊朗會不會直接進去 因為這個就變成國家介入了 我覺得美國就是布林肯要王毅去 勸他不要直接介入 我跟你講啦 美國每天都在那邊吹牛 像華爾街日報最明顯 他一直在鼓吹美國要打伊朗 伊朗從1979年到現在已經44年了 美國為什麼不打 因為伊朗有一個絕招啊 伊朗如果用幾艘乘船在赫姆斯海峽 我跟你講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原油運不出來 那我跟你講油價利克飆到150 我看你拜登怎麼辦 而且他還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那個彎它上面還有兩個島 就完全沒有人能處理跟那個蘇伊士雲河 像是我們那個長龍的船不是在那邊 就卡住了一個禮拜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伊朗的絕招啦 不是說軍力喔美國能怎樣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高原國家嘛 美國打不到它的要害啊 它東西都藏在山谷裡面啊 所以美國你可以去炸德黑啦等等 可是軍事要塞你都炸不到 然後我就給你出絕招 讓你全世界石油飆漲 我看你怎麼辦 這個事實上美國不願意戰爭擴大 就是怕又搞出一個新的石油危機 打到現在這個油價還算是相當平穩嘛 是啊 因為 還跌了一些 不是嘛 因為現在都是民兵嘛 民兵就是小打小鬧嘛 所以呢亮哥剛剛講說 這個美國要拜託這個中國大陸 因為沙伊和解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跟伊朗關係不錯 講得上話 講得上話 但是伊朗又派了代表到莫斯科去 你覺得呢 沒有 因為那些民兵背後就是伊朗啊 對 所以伊朗可以決定他們要打到什麼程度啊 那個黎巴蘭正主黨力量是非常 民兵的背後是伊朗 伊朗的背後莫斯科的影子有多少 沒有 伊朗事實上是一個蠻獨立自主的國家啦 我們說實在 那莫斯科現在有一個旗啊 因為那個車程 車程遊擊隊想過來啊 對 那車程 他已經要求說可不可以讓我從敘利亞進去啊 那個卡德羅夫啦 那另外還有阿富汗 塔利班 塔利班已經跟沙特還有伊拉克請求 結果可不可以讓路 對 借過一下 所以我跟你講啊 真的不知道會打到哪裡 我覺得美國最 為什麼一定要把那個地面戰爭給拉住啦 因為他真的認為會有國際恐攻啦 因為那個 那個蓋達組織跟伊斯蘭也下達全球指令 可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那我認為就是地面 就步兵進去 那可怕就要開始了 我跟你講現在都是屬於啊 針對個別人的刺殺 比如說有人被打死啊 布魯塞有兩個瑞典的人被打死 那美國有一個 有一個猶太社區的一個 在加哥 很有聲望的一個女士被打死 被刺死啊 這種都是針對人的 針對公共場所還沒開始 你如果是針對公共場所 如果以歐洲跟美國這種 治安的鬆懈程度 武器取得了容易程度 我跟你講到處開花都有可能啊 所以說我認為美國是在拉這個啦 他知道會一發不可收拾 而且你以色列部隊進去 你怎麼回來 你怎麼 你要找到哪一個點你要撤出啊 也是 你總不能說我戰敗了吧 不可能嘛 那他 他定出了戰爭的第一階段的目標 就不可行嘛 叫做消滅哈馬斯 所以你剛剛才會想到那些武器嘛 說那地道怎麼處理啊 有人想到灌水啊 用水泥把它封掉啊等等等 一大堆方法啦 你就不知道他要幹嘛嘛 那 人時 兩百 還有兩百個左右 就在地道最深的地方 那你放棄了嗎 這個在 因為美國不可能支持這樣的作戰目標啦 不可能啦 你快要變孤家寡人 國際聲望被以色列整個往下拉 所以我認為他們可能會逐漸做一件事 就是區分納坦雅胡跟以色列 把它切開來 對 我認為美國會這樣幹 所以納坦雅胡的兒子怎麼在美國 這個事情是可以放出來的 然後就直接對納坦雅胡施壓 所以你不要以為 比如說我剛剛講 以色列那個民調就是這樣嘛 49%認為你不該進去耶 只有29%支持你啊 因為他們已經發現死那麼多人 而且美國國會 衝進去那300人 都是猶太左翼啊 因為以色列本來就是 左派跟復國主義派兩邊在對打嘛 那現在左翼逐漸都站出來了嘛 那美國內部也是一樣啊 美國猶太人跟以色列猶太人 他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啊 他們是支持以色列 當以色列被攻擊的時候 可是現在已經進入第二階段了 是你在打人家啊 那你是不是打個一個程度就差不多了 剛剛對美國最大的思考來講 就是保住拜登嘛 因為他現在要選嘛 保住拜登也要保住以色列嘛 以色列沒有人敢打你啦 你有核武耶 誰敢打你啊 所以真正的是他在報仇嘛 他報仇就是說他已經 所以美國人是很氣 那坦雅吾說 你沒有計劃 這樣拜登就直接跟那坦雅吾說 你沒有計劃 那報紙都有寫出來啊 說How long what to do 你都沒有計劃嘛 那我怎麼可能被你這樣拉下水 所以亮哥覺得How long 回答多久 沒有辦法結束啦 這又是另外一個就是 空白支票嘛 就是我都不知道你下面要做什麼 然後你一致希望我能夠挺你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美國會逐漸開始區分 那坦雅吾跟以色列啦 他要支持以色列 可是不准那坦雅吾亂搞啦 大概是這樣啦 可是他會用什麼樣的手段 比如說拜登突然之間說 我支持兩國方案對不對 他突然這樣講對不對 我認為就是講給那坦雅吾聽的啦 因為他反對嘛 因為他反對嘛 那事實上以色列也有一些團體 比如說叫Peace Now 就是現在要和平 他也是支持兩國方案的 以色列實上有很多團體 是支持兩國方案的 我認為拜登現在就是大概要轉 就是那坦雅吾你不要再鬧了啦 就是打到一個程度 你可以轉一個方向嘛 比如說 富利特曼在紐約時報 10月19就登了一篇文章 他就直接建議他 他說你應該以兩個目標為主啦 第一個是 號召全世界來抓哈馬斯的策動者 就那個突襲是誰指揮的 第二個就是解救人質 這兩個可以成為目標 你不能說消滅哈馬斯啊 對他來講他消滅哈馬斯是個理由 但他實際上他想解決加塞問題嗎 他事實上做不到 事實上就有陰暗的動機啦 陰暗的動機你也不要想那麼偉大 政治人物沒有那麼偉大的 他就知道說戰爭一結束 他就要下台了 對 他自己的政治危機 對 他自己的政治危機 他的政權的危機 他不能停止 一停止他就下台了 就是這樣嘛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俊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俊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校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